针对国家银行前总裁丹斯李杰蒂的丈夫 拿杜道飞 涉嫌在一马发展公司资金弊案收费 警方是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了总检察署之后 总检察署要求更多的文件和证人 警方目前正在等待邻国 新加坡亮绿灯就能行动 无级阿曼商业罪案调查部总监 拿杜卡马鲁丁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警方正在鉴定一些文件 以及人在国外的证人 他昨天向媒体透露 警方是已经正式的向新加坡执法单位 申请月滴调查